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早晨 因為現在是早上的時候 那麼我們就說回這宗 經濟新聞 因為這宗事關香港的問題 我們也當是一個A2頭條 這個叫做 退休基金 對沖基金 基金經理巴斯 據說已經開始集資的計劃 追擊港元 巴斯在2007年美國次案危機之中一戰成名 應該呢 有一部電影叫Big Shoot 可能也是說他 不過那個就不是賺很多而已 賺了幾倍 480% 那麼當然 如果以Big Shoot的回報率就不算高了 因為他高位的時候沽 平倉也都找不到什麼好處 如果他當時只是沽這個美國旗子 我相信 那麼相信 賺的錢一定多很多 那麼 巴斯其實不時在Twitter上發聲 支持香港人 爭取民主自由 報導說他開始集資 計劃孤注一擇 追擊香港的聯繫匯論 豪賭港幣 在18個月內跟美國脫歐 那麼他就 拒絕評論 彭博 引述匿名人士透露 創辦對沖基金海曼資本管理 巴斯 向潛在投資者表示 本月一日 正式成立香港機匯基金 這個希蚊 以其權的 合約進行200倍槓桿集資 打倒港元在18個月內跟美元脫歐 他指出一旦港元脫歐 貶值40% 基金將勁賺64倍 若香港聯繫制度在18個月內繼續生效 基金就會化為烏有 如果他槓桿200倍這樣計算 其實大家 因為其權我就沒有怎樣玩過 不是好色 可不可以做到那麼高槓桿呢 但是他如果 只是賭18個月 那就有機會的 事實 看看誰做裝 有沒有人跟他對賭 消息人士指 巴斯的新基金收取一筆過2%管理費 並捆綁資金兩年 如果最終回報超過100% 表現籌金將由15增至20% 即是如果超過一倍 他就要分你兩成 消息人士引述巴斯表示 追擊港元的構思來自海曼資本一名最大黑胡 但沒有公開其身份 巴斯亦沒有透露這個集資額 彭博指出 巴斯 並非唯一劍指港元的投資者 並分析指 根據目前 其權定價數據 美元對港元匯價有6%的機會 在 12個月內跌穿7.9水平 跌穿聯繫匯率的7.75 至到7.85水平 彭博俗指 肯投資者以買獎券的心態投資港元其權 如港元與美元脫歐利益張10分封口 即使不脫歐 損失亦有限 報導指 有對沖基金 一直在可接受損失的範圍外 購買少量港元其權 以小博大 在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前 巴斯因為沽空這個次岸市場 一年勁賺212% 成為他的 成名作 不過賺兩倍又不是很多 如果他的金融海嘯 然後他就追擊日本國債和人民幣 但是選手離場 因為日本國債基本上 你都搞不定 物不透風 人民幣因為有國家隊造裝嘛 所以 都是有機會選手的 巴斯早前 早於一年前警告香港局勢動盪 聯繫匯率出現脫歐風險 老實說 一直以來 聯繫匯率 以往就沒有什麼脫歐風險 因為即使他唱也沒有用 因為當時香港還是香港 但是 在現在 香港 即使是變相一國一制 共產黨的手伸進來的時候 美國人 就不會 任由你聯繫匯率是被你勾住的 這件事我反而覺得他現在開始有機會找到脫歐 但是脫歐 是不是代表港元會大幅貶值呢 這個問題我們一會兒探討 我繼續讀一篇文先 以年50歲的巴斯 一直高調批評中國共產黨 他在上個月 在Newsweek 雜誌撰文 形容香港已經是 民主 和強硬中國共產黨作意識形態衝突的圓爆點 這個很重要 香港聯繫制度 自83年實施以來 多次成為金融大鱷追擊目標 著名投資者索羅斯 在90年代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也追擊港元 但是選手離場 雖然港元 淡風再起 但港元匯價近日因港股回升 資金流入而持續強勢 上週五至今 港會以五度觸發強方兌換保證的7.75美元 香港金管局 到向市場注資 雷計估出如211港元 現在港幣那麼強的時候 大家要換美金就有好處了 因為 你在港幣強的時候 換美金 即是你換多了美金 那麼如果你在港幣弱的時候 換美金 你一定是吃虧的 因為他是這個區間上落 所以如果現在大家想換美金的朋友 想換外幣 現在港幣就是一個換外幣的好時機 當然 趁人家來買 你就賣給他 趁人家 恐慌扔出來 你就是接貨 這個就是投資之道 是不是 但是我想說一下 他 一直以來有人追擊這個 港幣呢 其實我也覺得他們那個 看的方向錯 因為 你說83年 港府沒有那麼多外匯儲備 去到97年可能也不算太多 因為當時我們所知的 香港外匯儲備 也不算太多 不過外匯基金 是有足夠的錢是捍衛港元的 當年我 記得的數據就是在98年97年98年 每一元港幣是有4元的外匯支撐的 那麼強的這個數據 你根本沒有可能去追擊到港元 即使港元短暫脫鈎 港幣也只有升是沒得跌的 因為你想想 港幣的數量是不夠外匯多 你到時你去沽空港幣的時候 我只要把市場的港幣買光 你就沒有貨沽了 就任人夾了 所以是會死人的 其實沽港幣是有機會死的 因為他的 控制發行量不多 即是他的貨幣供應不多 他是 有辦法是給 一個莊買起來的 那個就是香港政府 所以呢 炒港幣貶值 是很危險的 你炒一個脫鈎就可以 但是脫鈎不代表港幣會貶值 所以我會提醒各位聽眾 因為你在這個 對賭這種遊戲的時候 在金融市場 如果你被人數花 你就死定了 我們說過 有一隻 很久之前的一隻股票叫做香港天線 當時又是 從一元升到30元 又是被人炸了 貨源歸邊 是任他炒的 另外一隻叫做伊利安達 伊利安達 我想是古靈內的朋友才記得了 這個應該是80年代 現在伊利安達上過幾次了 又私有化了之後 又最近 近一十多年 十多年 好像是又上市了 近幾年沒有十多年 那麼伊利安達當時上市的時候 好像是大約兩元左右 說明不得派遞的 前景很暗淡 也一定是虧本的 那麼周圍漏人沽空 那時候 這些都是聽老學專講的 周圍叫人沽空 很多人就覺得有機會發財 到時一元也不值 現在兩元沽空到時一元 發財 然後 就被人劫瘡了 你沽空的時候 最初是借貨給你沽 顧顧一下的時候 市場根本所有貨都在裝潢上 一旦就被人夾到爆了 個個都要 捧很多錢去贖身 所以呢 炒港幣也會有相同的風險 我不是說他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 港幣因為那個Pool太小 那個總化學量太小 他是足以一買就可以買起了 當他買完的時候 你哪裡找貨沽 我也買了所有港幣 還有貨沽 是不是 到時要你輸多少 你也要輸 所以呢 港幣 即是如果你說去炒這個 港幣脫鉤是有機會 因為美國是有機會讓你脫鉤 但是脫鉤不代表港幣會貶值 相反 如果有大量的人沽空 共產黨現在 那麼等錢花 他是有足夠的誘因是夾爆你的 如果他買了所有港幣 之後反手 跟你再買的時候 他告訴你 我現在 港幣宣布跟美金脫鉤 我現在跟美金是一對一 那麼你怎麼辦 你不是輸七倍 你輸7.8倍 你真的 買屁股也不行 所以我認為炒港幣 一直以來都是很冒險 而且根本就沒有好處 不過不明白他們為甚麼要追擊港幣 你的發行量那麼小 老實說 你當年炒英鎊 因為英國不夠錢給你炒 那一刻也是那個機會 現在你再追擊就沒有可能再發生 是不是 另外一個英雄蟲就是日園 日園很多人都死在日園 包括索羅斯 在日園那裏被人夾爆倉 那麼 所以呢 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普通人玩的 你說你買一點點 老實說 你說拿一萬元兩萬元 你說等於買綠合彩 或者買那些獎券 中就中 不中就算數 所以呢 這個我是要提醒大家的 不過現在港幣 那麼強勢的話 如果大家想買美金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現在你是對到最高的 遲些不敢說 現在你一定是對到最高的 好 拜拜